如果有下面,下面的A class vowel 就是一个小小T 它是像那个英文的father,father,父亲,father,a,要这样发 它是一个长A,长A的音 那我们在那个英文的字译,我们就用一个A,上面有一个横线 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英文,把那个希伯来文的母音,字母,写成英文的呢? 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原理 就是后来,后来诸事书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美国西方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系统 但是,希伯来文圣经不知道这些 所以,如果你在自己真的是用希伯来文做解禁的时候,你不会看到这个 所以,批拼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可以记得要怎么发 或者,你要看助手书的时候,他们用英文批拼,你就可以猜,你就可以把它写成形 你知道他是写,他是指着什么,什么希伯来文的字 所以,这个是吧,这个,这个,这个叫做,这个母音叫做,这个T小T叫做,它写,它写在我们的2.3第九页 在书上面,comments,ok? comments,ok? comments,ok? 所以,他是啊,这个是吧,这个是吧,那个字音加母音就是吧 那个字音加母音就是吧,有2点,就这样子,在那个bait,bait的下面有2点 这个叫做Terry 她又写Terry 她的发音是A 像一个英文他们 他们就是我们会写they 他们就是英文的they 就像they的那个A 所以这个是贝 发成贝 所以这个是吧贝 这个是A 这个是A A class vowel 这个是E class vowel and these are 长,母,音, long long vowels and then最后就是 O class O class vowel 这个叫做Holam 这个O class 这个O class 它不是写在下面 它写在左边 那个字母的上面 左边 上面 OK 那个要发Bow Bow O So Bow Bow So这个是 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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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class Yes 这个是 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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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